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比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剧集中成天八卦社区居民的生活状态 比隔壁家退休大爷还显得沙雕类型 片名检察官内传 故事要从一起夜间抓捕案说起 负责巡逻的警察发现有两个人在禁止垂钓的区域钓鱼 且这两个人都是检察官 1号检察官跳进了海中一口气夜游2.8公里 侥幸逃过一劫 2号检察官则比较倒霉被抓个正着 回到检察厅后被通报批评 一脸我很委屈但是我不说的表情 这两位检察官都属于韩国昌原地方检察厅 一个因人口稀少而总是被忽略的地方 没有抢劫案连环杀人事件 所有借来寻求检察官帮助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居民借来的钱买彩票 然后他中大奖了 还没高兴多久 借他钱的人就找上门来 说奖金也应该分自己一半 坐在检察官门前的两位老爷爷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却扔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因为喜欢上同一个老太太 两人争风吃醋 闹到监察厅 还直接当着检察官的面打了起来 故事才刚刚开始 就通过一个又一个提笑皆非的情节告诉观众 论类型创新 韩剧是认真的 即使是和正义息息相关的 检察官也能排出幽默风趣感 在传递正面思想的同时 让所有观众选起喜欢 这是一个和以往检察官类型剧集截然不同的故事 没有惊心动魄的政治元素 也没有所谓检察官和黑帮谈恋爱的梦幻情节 所有情节设定都从接地气这一关键词出发 从而引起观众共鸣 剧集中一共出现了七位性格不同的检察官 有的喜欢运动 连上班都穿着运动服装 有的性格漂亮 喜欢做合适老 有的在工作和家庭中艰难挣扎 宁愿再处理十个案件也不愿意再带孩子 在所有观众都已经对检察官形成直可远观的固定印象后 他们以隔壁家邻居一样的亲和形象出现 种种原因使然 在昌原座检察官变成混吃等死的代名词 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为留住员工 检察厅部长 豁出面子不要 一有机会就陪吃陪喝 陪玩新员工 上司和下属的位置完全颠倒 除了处理民事纠纷之外 检察官们还有一件每天必做的事情 那就是开今天中午吃什么的主题会议 一连严肃讨论是大酱汤好喝 还是鱼饼比较饱腹的样子 超级可爱 第一次观众产生 原来检察官和我们没什么两样的感觉 会逃避繁忙的工作 也会因午餐吃什么这个问题而烦恼 避开揭露现实黑暗面的切入点 将主题落脚于平凡生活的呈现 更加有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 聚集中已经出现地方检察官 和中央检察官产生冲突的戏码 中央检察官明珠被调到长远 和同一学校的后辈李善雄成为同事 两人水火不容 一言不合就对着干 另一边则是围在一起吃瓜看戏的检察官同事们 瓜子花生全部准备好 只等着两个人开始表演 究竟是一心想做大事的车明珠检察官 改变长远检察厅游宅游宅的工作状态 还是以李善雄为首的检察官改变车明珠 让他成为检察厅中享受生活的一份子 这将成为故事最大的看点 除缺以上这些之外 聚集中还有很多检察官和罪犯斗智斗勇的情节 虽说都是一些小的犯罪案件 但因为罪犯非常狡诈 斗智斗勇的过程变得十分精彩 描述小城市漂亮风景的镜头很多 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用各式各样生活化情节 将和检察官有关的职业剧填充满 轻松幽默搞笑 无聊时或者不开心时 拿来看准没错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想解释的电影 可在评论区和探主沟通 咱们下期再见